好的 在我们之前看过了这些个 普通的一点透视两点透视之后 也是需要进入到咱们这个鸟看的部分的 那鸟看这个里面呢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内容 应该是分为两大位 随上应该就是一个小准 外加一个大位 也就是说咱们可能会遇到局部鸟看 还有这个总体鸟看 那一般来讲局部鸟看 应该是咱们像表现部分里面 非常所常见的 然后等到咱们真正处理到一些个像 这个总体鸟看 那应该是走到后期像做一些快题 然后再画这个 就是一些个成图的时候 可能会画到更大的这种成套的 他会要求我们做快题 那画一个总体的样子 那像我们遇到一些个套图的时候 有可能他也会进行一个简单的要求 比如说让你做一个广场的一个鸟看 因为广场在我们平时画透视的时候 它不容易体现出整个画面的一个 就是说整个广场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要应用到 这个鸟看的内容来体现它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鸟看这个内容呢 其实我之前也已经说到 咱们实际上平时透视 它的普通的不管是一点还是两点了 它的视频线都在这样的一个大体的位置上 不一定在什么位置 大体上是这样 那你如果想做鸟看的内容 有可能这个视频线要提的很高 在这个区域甚至于更高的一些区域 甚至于出到你这个纸外边 很多很多的这个点 那这样看结果 它就已经超越了人所能待在的一个范围 这样被我们称之为鸟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前面PPT里面有提到这样一张图 在右边出现一个 应该这样 在右边出现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圆 然后顺着这样的一个圆 我们往里边贯穿出来 它很多的一些个细节 它里边可能还会再出现一些个 广场啊这样的一些内容 当然里边这个位置 它也是应用到了一些铺装 然后再到这个点 上面安排了很多这样的一个 球体的内容 当然这个就是植物了 做了一些小的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在画的时候 应该不能看出啊 它最主要的实际上是 对这样的一个透视 和前部分这样的一个 透视的综合把握 当这样两个内容 我们都能掌握住之后 你再遇到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这个植物啊 一些内容 你都是比较容易去把握的 从这个点 它会透过去 当然在后边 可能人家在这个区域 出现了一个雕塑 然后再往前呢 有可能再跟出来一些一个 小路 它顺着这个边 它就做出了一些个水线 像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内容 当然我画的就是一个草图啊 是告诉大家 做这个内容 你是要有一个 综合性的一个考虑 总体的一个思路啊 不管画任何画 你都可以提前的先 在你的左上角右上角 左下角右下角 任何一个位置都行 去做一个 怎么说呢 非常简单的小示意图 感受一下自己能不能 整体对它进行一个把控 那这一张 你可以看 它几乎在这个纸之上的这个部分 而且还出现在这个画纸的右半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应该也是要注意 找到它非常明显的一个角度 那你在画 这个点的时候 你就不如把上面这个位置 彻底的放平 然后在下面这个圆形的一个点 这个角度给它甩开 然后剩下的位置呢 应该就是我们需要 给它衔接的部分 那在这个点 它几乎出到纸面之外 所以我们不用再特意去管它 然后在前边 它也有出现 然后越到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越需要多去思考一下 因为在中心这个部分 它是有一个隆起的一个地方 在它抬升起来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我们做了一个雕塑的位置 然后从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雕塑的内容给它加进去 先凸起来看 不管这个位置 它现在摆放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往下进一步 去完整它 就找到一些位置吧 我们里边其实一直都没有 闭合起来这样的一个圆形 那现在基本上处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时可以大胆地去 收一下尾了 然后在剩下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它前面 在它前面呢 还有一些位置 我们一直都没有给它彻底的敲死 那就是它最靠前的这一个部分 大家在画的时候 应该是更把握大的一个方向 先不要急着说 这个点你能不能处理好 然后怎么样的 那些都不急着去说的 先定一下 当你这个大的线条定好之后 我们哪怕稍稍的慢一些 甚至于分成几次去做的 都是值得的啊 然后这一次终于能把这些个 非常细小的位置给它封起来 刚才没有能画到的一些个 厚度的这么一些位置上 现在都可以给它加起来 当你加完这些之后 别忘了 后边还有一些内容 现在这个点 它可能会被打住一些 所以我们不急着去做完它 好 有这两个点了 摄像是什么 来这 是不是赶快找这一块 它这一块现在几乎就是一个空的 对吧 还是找这么一层关系 先轻轻的把这一条线给它打出来 然后里边呢 在原图上有一些个 着椅板凳的位置 那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替换啊 比如说你想放一些景墙也可以 然后想放一些 就是原来呢 还是做这些着椅板凳 做这些座椅的话 那就还保持这个原样放上去就行 就看你自己到底想要一顿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把它这个点掐头去尾的去做吧 然后里边 铺装上的一些个细节 简简单单的给它带上一些 然后这边快速的补上几颗线 这么一根过来 到后边逐渐的给它虚化过去 不要再管它了 然后这一侧 里边它是一个一个的球 我们先从离这个位置偏近的 最靠前面的 画期 大家这边别再管它了 收一收啊 赶快看我们这个后边 把这个该加深加重的地方 该出现墨线的位置 赶快加上 这样它的一个形体的感觉会相对要明显一些 然后往后面去看 后边这个部分 它应该出现了一些个一层的一些植物 最低的 放一些小的绿梨 这边就能不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不这么玩 从前面往后推 走到这个点 大家画的时候应该能感受到 它不再是离我们偏近的那些个小食物 也不再是像之前画一棵树一棵树这么去画 那这个时候考虑的应该是它的一个整片的一个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只这样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添加一下 那再到前面这个位置 我教大家一个方式 我希望你别这么推推推一个一个的排向 找中间 这样一个一个的去推它中间的这个线 然后在干嘛 做它的铺装吧 能看出来吗 这地方呢 其实锻炼的是大家的一些基本功能 这个地方弄完之后 我的建议是大家在这个小夕坡 在稍适的给它接一接 就这样把它的一个层给做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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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底下放一些它的这个投影加进去 好这样呢你能感受到应该是一个整丛的放出来 然后后面走到这个水片竹井那个区域啊 一直还没有把它彻底的交代完 像这样的一些位置也是要出现一些个植物的 再往上 这次呢我们就出现整片的植物 好在这个部分 再稍加一些墨线 然后顺着它往里边去增加它底下的这个质感 然后另外一次 发现这样的一个方法还是比较容易 稍稍就加了几下 感觉这个地方已经做出了一个一排的这样一个小收层的样子 不管什么东西 要把它压一下 然后现在再收回来 刚才在这样的一些地方 其实有没换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铺装 铺装的东西一定要给它加进去 对这个铺装的东西 跟这个铺装的东西 好 对 对 我觉得 我来说 然后稍稍地做一下这个树丛的投影 打过来之后的哈 行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内容 给它处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最后在边缘稍稍地收一下这个水线 感谢您的观看 简单的这样去夹上一些 这边 可以找一些植物线 给它进行一个收边 OK 这样呢 咱们 把这样的一个局部扭看 给它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像上面这些个细节 比如说 你在想画 有可能你会比较想去做这个事 出现 这样一个小的东西 然后依着这个点 你看 它下去 然后在里边 我们做一个圆的吧 这么一个小圆珠 然后接着在底下 再给它调一下 这样一个位置 它就能坐下去 然后这边 起一个面 把这个 座椅的这个腿放进去 这样 厚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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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 这个位置 基本上它就能站得住 就能放进去 比较容易 只不过 这个不属于 完全的 咱们这个 景观里面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更像是 这个室内的部分 所以 没有 特意的去 讲这个东西 更多 OK 就这样 就这样 谢谢观看